杯子碎了 哥哥 你到我看电视了 有本事就来拿 你把妈妈最喜欢的杯子打碎了 不 不只是故意的 趁妈妈还没回来 赶紧把地打扫干净 哥哥 你真聪明 这样就不会再大大发现了 那是 不对 妈妈每次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喝水 到时候她肯定会发现杯子不见的 那怎么办 有了 我们可以把它们摘起来 大功告成 哥哥 你真是太厉害了 这个也不行 到底应该怎么办 阿华 你快帮帮我们吧 阿华 对呀 我们说是阿华把杯子打碎的不就行了 可是万一妈妈太生气 把阿华不准吃饭怎么办 看来就有一个办法了 妈妈你回来了 我倒杯水给你喝 今天怎么这么乖 我 我不小心把你最喜欢的杯子摔碎了 杯子不是好好的吗 这是我们用自己的压碎钱去超市买的同款杯子 妈妈对不起 看在你们主动承认错误的份上 就原谅你们吧 哇